好 回到第271集第2節 今晚就是講紫黑之夜 剛才大約講了一些主線故事和一些很簡單的角色內容 小小分享 接下來又討論一下大家看過不同的支線故事 大家有什麼看法 其實相對來說我蠻喜歡Batman的故事 雖然裡面沒有Batman 反而是講他兩個所謂的徒弟 兩個羅賓 已經成名了 第一代的羅賓 就是阿迪 另外就是第三代的羅賓 剛才做了Red Robin的嘉賓 終於有一星 就是講他們 反而是他們的父母走出來 然後就令到他們 你不知道怎樣面對他們的父母 其實好像 例如我 阿Tim 為什麼他面對不到他父母呢 因為當年他父母是因為向他求救 但是他趕不及去救他 所以他怕死了 我看我看過了街數 那兩隻喪屍又重現這一幕 他這次終於去救他父母了 我想應該是很感動的 但可能因為我沒有看過他正傳的故事 所以他就OK了 三期的故事都不太長 主要是講了Night Ring和Red Robin和他們兩個父母 以及怎樣去避免 還有一個角色很重要的 就是Deadman 因為這個Deadman其實是不存在的 他是沒有實體的 所以他真的是一個死人也好 但是黑解是入侵不到他的身體去控制 他是靈體類的存在 反而他最初以為有一個方法 那個方法是什麼呢 就是用火燒的喪屍 找Deadman上了其中一人身 那個人是可以不停噴火的 但是他跟Night Ring和Red Robin不算很妥 不需要幫助他 結果上了他的身上了一陣子 然後發現有一種方法 令到他們可以不被黑界騷擾和侵襲 就是當他們已經燒死了 把兩位父母的七位鞋燒死了 黑界其實是想detect去找他們 找Red Robin和Night Ring 但是就冰封了他們兩個 令到他們突然之間沒有了情感 黑界其實就是為了拿情感 而透過這件事去attach到人的身上 或者拿能量 但是因為他被冰封了 所以就沒有辦法 可以辨認到有驅體 結果他們就無法辨認 所以就飛走了 但是這也有危機的 就是冰封得來 不是每個人都吃了龍圓 所以就只有10秒左右 如果不成功的話 其實他們就冰封而死 Night Ring和Red Robin 都不是異能人 他們都是普通人 他們跟Batman一樣 不是的 他們是靠技術去做 技術性的英雄 智慧型 陳武藍什麼 不止的 他們的權力應該比藍哥好 而且他們要有錢 所以 所以好看就好看在他們 即 即 應該說美國的Super Hero裡面 好看好多 他們真的 所有人都不同的特性 一個大 event 可能有一些大危機的時候 他們是不可以用一個方案 去解決所有人面對的同一個問題 所以 除了Batman之外 其實Superman也有他另外一種方法去應付 那Superman其實就 怎麼說 反而不是很多支線 可能是去到後段才突然加上去 就是 是由 那隻喪屍的角度 去看回你的人 究竟有什麼情感在那裏 然後把你的人變成有 好像熱感一樣 看到你有不同顏色 例如他看到超人 超人是很神奇的 他永遠只有正面能量 憤怒 憤怒是半負面 但他可以是一種積激法 意志一定有 綠色一定有 愛也一定有 希望也一定有 超人是你不會發覺他有貪婪 或者恐懼 真的很昂貴古板 恐懼是他的姨媽姑姐有的 超人都有 超人一向都屈肌的 由他一開始 即是一九三幾年 是的 他的身世 無論他的身世 他的能力 他的能力是不一定加上去的 因為你看到最初的超人 都沒有那麼多能力 他後面是 集合了很多不同的異能 而且他只怕黑氣石 他由頭到尾都是屈肌的 所以為什麼 那一篇 《Black Knight》的《Superman》 就要有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就是小小超人 即是小小超 Superboy 李宅 李宅 李宅輸過李宅 李宅死 受到很強烈的衝擊 甚至乎他被心靈面具 去干擾了他的情緒 去襲擊超人 即是你說 生個兒子有什麼用 你說超人 你超人就是生個兒子 就變成生個小小超出來 不是 即是我在說香港那個 收購犯和 不是他想生的 都是被人抓去基因製造出來 即是這個小超 超人之世 以前出過Superboy 現在長大了 就是Superboy 然後 反而是由Superboy去 其實應該是他爸爸來的 即是那個喪屍 即是走出來復活的 是他爸爸來的 去兩個抽一個 因為超人覺得單對單 好像不太好寫 一對一 超人都輸就沒有能 於是就被迫住 要是兩個抽一個 若然能力都一樣 超人一定是從屬過Superboy 最慘的是DC世界 沒有幫Superboy增值過 Superboy因為受到 心靈面具的影響 心靈面具的影響 向上流動的階梯被人封死 到時候人們不是問 為什麼你不想想做Superman呢 哈哈哈哈 是啊 只負才可以 喝紅酒吧 然後你看到 原來Superman加Superboy 這兩個人 黏在一起 這兩個人加起來 基本上 就會齊集了七色 因為Superboy是有恐懼 和貪男 哈哈哈哈 那李澤 都貪男嗎 是啊 所以都 蛇吞醉 多年 他有一個恐懼梁樂 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 為什麼要搞到那些名字都只剩下兩個字 哈哈 我怕收律師訊能關閉 李澤 大家好 我是夏伏輩 哈哈 結果 在這個故事 反而無緣無故 就是 Superman 鼓勵了 Superboy 打了心靈 心靈海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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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之後 叫他 勇敢點 你做得到的 阿仔 你一定可以上市集賭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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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號仔 於是 結果 反而拿了面具 然後擊破了戒指 這一篇 我覺得其實是有點 蠻明的 因為原本應該是在想著 還有一段很搞笑的 就是 還有一隻Superdog 那隻超狗 真的很狗 那隻超狗 Superman 有隻Superdog 有隻Superboy 那隻Superdog 有隻Superboy 有隻Supermarket 其實那隻Superdog 也有來幫忙 差點遺忘了這個角色 所以這一段 反而你看不明白 為什麼心靈面具 可以做到這樣的功能 因為它裡面 除了主線以外 不同支線的人 都嘗試用自己 那一刻的急財 去想一下 如何解決到危機 有些人直接 就在這班 復活英雄上面 拔他的戒指 發覺失敗 他會自己飄回去 有些人嘗試 有些人嘗試 拿鐵馬 搶不到 或者搶完之後 測路會搶回來 有些人想著 變勢 進去分析那隻戒指的原子構成 民主黨 先走進建制裏 我從裏面破壞他 但是不同方法以下 又傾又濟 又傻又濟 只有好少數人成功 但是成功得來 方法又好像一種新設定 我想是因為那群喪屍太屈肌了 連編劇都不知道如何解決他 他就唯有找些不知道哪個來的設定 去解決他 派給不同的編劇 你們隨便自己喜歡 怎樣寫 我想就是 除非他們很清楚 想到一條計劃 那條計劃很清楚地告訴你 如果這樣做 就可以令到黑界脫落 然後粉碎 令到他再沒有功能 而不是飛走去其他地方 否則的話 就 你個個都會自己想自己的事情 另一個問題就是 好了 假如真的有一條這樣的計劃 那就變成本本書也是這樣 這樣是不可能的 也會變成我不用買你其他支線 你現在搞這樣的活動 就是要夾那群人買其他支線 那你現在想到本本書 本本書最後都是Predic狂龍 踢死火人邪神 那我不用本本書都買的 所以他們就變成 在沒有協調之下 就每個人都用了他們的方法 不過 即是剛才說Superman那個 不夠 不夠 反而Boostar Go那個 我覺得OK 是的 Boostar Go那個故事 其實就是講 Boostar Go 就是金色先鋒 其實他跟以前 有一個朋友 叫藍甲蟲 初代藍甲蟲 就復活 因為黑界而復活 當然 Boostar Go 也不會只有一個人 他有一個partner 就是這一代的藍甲蟲 然後就兩個打一個 但還是發覺不夠打 無論是鋸斷他的手也好 怎樣令到他發現都沒有辦法 都做不到 那怎麼辦呢 他想到一個很好的方法 還有加上他的三十一世紀的祖先 好像叮噹那樣 因為他們是從六十一世紀來的 從未來回到這個世界 總之他是未來人 這傢伙的設定很過人 他們用的是所謂魔法 但原來其實是未來的科技 就是叮噹 他就是來救一幫大雄 但其實另外一個 還有就是他就是 Time Martyr的老爸 Boostar Go Boostar Go老了之後 他們的系譜是超複雜 很複雜 還有一個二十一世紀的祖先 那個叫做超新星 我沒有看到不知英文叫做什麼 總之就是藍色和紅色那人 然後他們的方法是很矛盈的 就是趁那隻戒指剛剛甩開了藍甲蟲之後 就救了藍甲蟲然後跳去時空消失點 那這隻戒指就追不到他 強硬撕斷了他們的聯繫 不是人人都有時光機 他走進去大雄的跪洞 大雄反而欣賞這個設定 他用一個他們獨有的方法 去突破黑界這個聯繫 我同意 還有這個設定是有的 不知道Superman的面具 不知道在哪裡來 怎麼破也不知道 就算他原本有 你也很難說服 無緣無故 你同時可以互相擊破 他是把黑界和心靈面具同時擊破 那你要花很多 最少是趕晚的話 你需要花五格旁霸去解釋 為什麼可以這樣做 但是他在這裏是完全沒有花蝙蝠去說 為什麼他會這樣做 尤其是你是老讀者 你就得到他那一刻做什麼 所以我反而覺得Booster Go的故事 其實是很簡單 但簡單得來其實是很合理 我其實沒有看以前Booster Go的故事 但我覺得OK 至少我看得明白 你矛盾一點 至少跳進大雄的書� 之前之中是挺出色的 走了去第二處 反而最難看的就是問好神探 問好神探我看不明白 我看了兩頁比不上 很辛苦 那種感覺就像看王家衛的電影 很慢 然後每一句都有一個龐白 兩倍速看兩倍速 因為在電腦看很辛苦 那種龐白就是 我看到他們兩個在打架 然後我發現一個問題 然後另外有一個龐白就跟他說 在這一秒 在這一秒 你知不知道你自己的問題是什麼 我給你一個答案 我給你一個答案 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我給你一個答案 是不是你想要的答案 我給你的答案 是不是你的問題 很複雜 而且畫是很慢的 連畫給你看也覺得很慢 你看到你是不想看下去的 這個系列的書是一些心理學教授 出給那些學生看的 我們青少人應該接觸 我真的不敢接觸問好神探這個故事 真的很困難 雖然我沒有 不知道作者是不是新人 但其實是否美漫公司 給一些新人去畫 然後真的找到王家衛回來 我覺得如果是給新人 他不會什麼問好神探這個故事 他會給一些新人 可能他會給一個機會 去畫一些出名一點 因為那些人是否都看 你想想大Event 再加著名的書名 來培訓一個新人 是沒有那麼趕客 即是成功率高一點 是的 即是好像 編罪權益濟業後 哈哈哈哈 即是你好像 譬如我在美國看Opera Fantom of the Opera 都一定是這樣 就是有經驗的Opera 去帶新人Christine 或者有名的Christine 去帶新人的Fantom 有名的劇本 有名的劇本 加一個 成功過的編劇 再帶一個新人 是的 結果不行 不輸得 結果不行 問好佬的故事 一向是這種狀態 是很困難 如果你是以前沒有留意 突然因為這一張 而想突入她的故事 其實是有點辛苦的 理論上 其實她就不用突入她的世界觀 因為她只有一期 她不是三期 她跟Superman、Batman 和Wonder Woman 是不同的 Wonder Woman 就是Hat a Bra 就是Wonder Bra 那個故事 其實她不是打什麼親戚朋友 即是 剛才說了 Batman就是打親戚 Batman的故事就是打親戚 Superman 就打他爸爸 然後 剛才Batman說打她的朋友 但Wonder Woman就是打一群亡靈 即是她是二戰戰死的英靈 她覺得其實不可以傷害她 當然她也有她的對手 就是曾經被她搞死了的一個人 即是搞死的意思是 搞刑那個搞 好香炎啊 被她搞死 是啊 是不是很困難 Wonder Woman Wonder Woman就是Wonder Wonder Woman 她的親戚 Wonder Woman搞死 她自己的後背都是仙界的神仙 她本身也是神 Superman的複製那一代 就叫Superboy Wonder Woman後代 比如Wonder Girl 哈哈 炮菜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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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是進入JLA 所以那個故事就比較寫實一點 因為其中一群 例如她是在白宮門口 即白宮外面 還有她那個叫做 叫什麼 軍人 Lake of 忘記了 好像叫Lake of Reflect 好像是那個位 在那裡打 所以如果是美國人的話 就算你不是住在華盛頓DC 你都一定知道 就像皇后像廣場一樣 對 軍人紀念碑 都知道是什麼 如果對美國人的話 有很多感想 其實利用這些大活動之下 寫回每一個角色 她自己過往的歷史 是一個蠻負責任的做法 每一個美曼的角色 攬了幾十年歷史 如果不到差不多 但是他們其實一直有成長 他們幾十年來 一路繼承自己的經歷 為他們犧牲的朋友 戰友 而去跨過這些進境 在適當的時候 讓他們回顧自己的人生 是對這個角色的一個寶原 這一本書 以Hell Jordan 即是綠燈俠做主角 綠燈俠就快上了 有沒有什麼 關於綠燈俠的想分享一下 我當年認識綠燈俠 是在他過馬路的時候 又出來叫你不要亂過馬路 又開始問問題 為什麼有綠燈俠 為什麼沒有紅燈俠 既然有紅燈俠 有 有紅燈俠 有紅燈俠 黃燈俠 綠燈俠和紅燈俠之間的關係 對立的 對立的 應該攻誰的仇 那我不知道 就是Hell Jordan是怎樣的 我當年看的時候 就是他那個大事件 Hell Jordan自己暴走 他女朋友死了之後 他就發癲 發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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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綠燈俠癲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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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癲 也曾經換上主角 我覺得這個角色真的很特別 會這樣寫他 像田生迫遷 打他起那些東西 他就是苦主 精神受不住那個衝擊 網友Ricky說Trailer也OK 你有沒有看過Trailer? 有 有沒有看? 其實有點虛的 因為他太多CG了 他的衣服呢? 他的衣服是發光的 其實這件事我最不喜歡 真的很像綠燈公仔 綠色螢光我用 夜光 不是螢光 夜光 總之會閃燈 還有他有提過Black as Night這個詞 因為Black as Night在綠燈盒的系列裏 真的是一個很重要 而且也是經典 所以他現在改編 我想他也類似有Black as Night的概念 放進去 就是很多東西 侵襲地球 只是他只是把G線剔除 我猜他不會玩那麼多其他色燈 他應該不會 專注在一個大魔頭 可能就是黑死底 然後就是幾個綠燈軍團的人一起去打他 我看剛才那個 辛斯特羅好像還在裡面 那我就看不到 有其中一個樣子 他是綠燈盒 但他是綠燈盒 他還是綠燈 他還是綠燈 我看見他好像 可能他遲些會玩半變 但是他現在的辛斯特羅 最少有一個人的人樣是很像辛斯特羅 就是在Poster看到 是否有個額頭突出來 是的 是有點突出的 那是流蘇的 那應該是大奸角 如果我看出來 我沒有去查綠燈盒資料 因為綠燈盒資料 我也不是很熟 但那個應該是電影裡的最 他是排在四個男主角 排在男主角後面的四個綠燈盒之一 那他可以半變 我不知道 總之他的格 我看出來 他是用前期設定 不過可能兩片尾 已經有些轉接都不出 是的 但是我看這一套 這個大事件裡面 我感覺到 Helton的氣氛不夠 我也有看一點 他離開了地球 上去找其他 色燈戒指的人 感覺上他都好像只是 劇本給了他 他就照跟著做 總之是一個送貨人 除了他找回他的舊菜 似乎比較多 心理侵察位 又綠武又成 綠武俠 但在其他場景上 Fresh反而搶氣過他 補充 Ricky說 電影出是黃燈打地球 已經神之流過大地球 一定是去半變 電影出上得很快 我覺得Fresh Barry Allen都頗高興 當初是他倆人一起去議定計劃 以前在正義聯盟中 通常是蝙蝠俠做這個角色 但因為這傢伙真是崩潰了 不是崩潰了 但不知道他去了哪裏 現在附著是他們擔當軍事計劃的角色 當初其實 Hell Jordan也有鼓勵Fresh怎樣去做 我現在要去找幫忙 你又怎樣做 只是在這個時刻發揮了他的功效 我挺喜歡Barry Allen 即Fresh這個角色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 被他形象吸引了 就是因為他經常都擔頭 因為他所謂閃電俠是很快的 他其實是頗不定的 他站著都是左右搖的 他其實不是擔頭 他只不過是動作比我們快 我們短時間之內看就覺得他 因為有彈障 以為他在左下 左右不停地移動 每下都被狂龍 他快得很厲害 接著有其中一幕令我很深印象 就是突然間他不知道 我忘記聽到什麼消息 好像說不知誰復活了 接著他坐定了 坐下來 沒有報警人那麼有型 但是他坐下來 接著Hell Jordan說 嘩 你真的很震驚一下 我很喜歡這一幕 你看到Fresh這個角色 而且他無論如何 他現在蹬了就真的很震驚 而且最搞笑的就是 明明他是他跟Hell Jordan一起去探 掃墓 有遠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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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大路 他們是去角涵承探 看Batman 明明他應該要站頂 跟別人拜山 但他也是在動來 過度會疫症的年輕 他在越後他的擔氣越來越重 還有他對施迪來說是很有用 如果發生在他身上就沒有用 太快了 太快了 即是他在今次的Event 剛才說的Booster Go 就是找超新星一起去到另一個大紅的軌道 令到戒指追不到 Fresh就更厲害 很簡單 跑步 他跑快比現在的時間 兩秒 即是只有兩秒 因為有一個科學理論 如果你能夠超越光速的話 就能夠去到未來 即是相對論 戒指無法去到他 因為他不在時空兩秒 他快了兩秒 所以他的戒指永遠都追不到他 我覺得這個設計也是很有趣 雖然我不知道他去到兩秒之後 他怎樣去面對兩秒之後的距離 但沒所謂 現在Freshpoint這個故事 都是說未來的三十世紀的距離 對於Superhero來說 快了兩秒 距離兩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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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距離不夠後 三十世紀的距離 以後來的不是一千歲嗎 對 好像是那些後代 另一人就是什麼Antifresh 這集也有過他的祖先出來 和他的孫領仔 對 很多人 所以我覺得 SATOM也是一個很過癮的角色 他經常說底 發放這個人 經常是要打底 但他是博士論文的賺審人 直播得17歲 他經常打電話 打電話而已 不是 他打電話其實是想跟別人說我可不可以過來 是啊 你覺得到我 Your place is my place 很苦惱 他在電話上 和Hotman說 你的手放在哪裏 他放在Hotgirl那裏 他們有三個關係 我不是拿著電話嗎 他們還在打電話 學院派的人通常都是這樣 不用MV嗎 不用的 而且他避開黑戒也是很有趣的 就是抱著Aquaman的女人 然後就說要避開黑戒 他打到911 然後就說 喂? 那些小聲不要收斂 然後一群聲音都縮小 沿著電話線 一路走過去 像MATRIX那些方法 弄爆了別人的電話 然後嚇到別人 911那邊都熬了 怎麼回事 所以我挺喜歡 反而我挺喜歡這兩個所謂的第一男 就是第一二男配角 簡直是搶氣過第一男主角 我Fresh是去到911的中心 那時候就開始有些主見 其實我最初就不是很 有一點點 他跟綠燈俠的交流 其實我不是很喜歡 我覺得他不像一個一線的Super Hero 他本身性格是比較輕挑一點的 所以很多次在一些事件上 大家都不把他偉耳重任 不覺得是一線的 但這次在Beckers Night 真的完全出現了 你講Fresh 是的 他就是要錄影 不在這裏 他才可以發揮到他的領導 你要一個過度弱症的小朋友 發揮他的功能 你當然要讓他獨立一下 所以現在他是不是做了 就是給他一點重担 讓他不要跑 對 就是綁回沙巴的腳 對 就是用悟空的訓練 我剛剛想說 丟個石頭出去 所以這個故事就 立巴 太慢了 Fresh就快很多 太快了 Fresh太快了 快了兩秒 上下亂來 對 立巴太慢了 Fresh太快了 Barry太快了 那 都說一下 其實你們對這個故事的評價是怎樣 如果有看之前就說T線母 其實我未看之前 我是很期望的 就好像你看奧運 要看劉昌 我看DC漫畫 當然打算看Batman 你自己有嗎 去到中間 Batman變喪屍算 到最後你跟我說那個不是Batman 我真的失望了 我整天躺在街上 嘻嘻 你這麼像3D的符團那篇文 對 很明顯 都很失望 杜汶澤 對 杜汶澤不是原著 對 不過有件事 因為我之前自己沒有看過綠燈合 我對這個人最印象深刻 就是他真的很囂張 我未見過人說話是囂張得那麼帥 好像有到是萬遊者跟我說 不知道他想回往事 Batman跟他在吵架 叫什麼呢 Batman就說 你可不可以不要經常照 你照到我出來 那就不是那麼好 對 因為Batman應該是要隱蔽的 身為一個darknice 然後陸登俠就說 那我沒辦法發的 你自己躲在裡面的特異功能 不是我給你的 這班人很囂張 尤其是Hell Jordan 他現在就是想告訴你 我是厲害 你這些沒有能力的人 跟我說我差事 還有這些超級英雄之間 你也是英雄 我也是英雄 我做英雄 我怎麼做平民 不是 那誰做阿大 阿大 找阿十二組 我自己對這套 因為他是DC的頭 所以我不會抱太大期望 結果也跟我想像差不多 因為我有想過 原來是死的那些英雄復活的話 會不會講一下他們有什麼心理掙扎 怎樣去不害自己家人之餘 抗拒這個黑界 但是在這套事裡面完全沒有 黑界的能力太不機了 所有被復活了 註定是成為奴隸 不會有任何掙扎位 這個是我覺得 雖然我預計了有什麼可能 但是都相對地覺得失望 我最初看這個故事 其實是被一個名字吸引的 因為真的很帥 Black's Night 完全看不到 應該什麼都看不到 其他人都黑色 板板都黑色 我很喜歡這個故事的名字 我想試試看他究竟是什麼故事 一看 原來是哈蒂斯的故事 原來只是聖鬥士冥王篇的故事 冥王篇的故事 至少薩家那些人 其實自己有另外一個計劃 想要騙哈蒂斯那邊 但這群人復活了的完全沒有 真是成為傀儡 狗奴才 應該這樣說 我不介意他成為了狗奴才 即是成為了黑死帝那邊的狗奴才 但是問題就是 我介意的是他沒有一個很統一 或者很具說服力的方法去斷裂那些黑界的能力 令到我一直都看 其實沒有所謂的 即是最初就算 如果他沒有辦法 可以變成有能力去掙扎 反而是會令到沒有死那些人 陷入一種很恐怖的境界 就是這群人你不知道怎樣對付 但問題就是 去到最後他們也是沒有方法對付 尤其是在畫面上表現得不太好 他白燈照出來之後 無緣無故都復活了 尤其是超人 Wonder Woman那群人 他連過場那一格都沒有 這是美麟表達方法 有黑轉白 他們一鏡頭一轉經而變白 還要行動上配合 但是他也沒有旁白告訴你 此時超人雙手也會有限射 然後將自己變成一鏡頭 即時刻變白都行 他沒有這樣說 所以美麟會有我們看這個 天漫廣漫的一些不能夠容易消化的問題 看的時候要將自己變成指白之老 不要想太多 他怎樣寫你直接吸收就算 要很直觀地覺得他是 不過我在網上看一些外國的評論 有其中一個就是外國的洞廢 有三條男人坐在這裏拍攝了一百多集 他們就是美曼咬者幫 但他們主要是講Event 覺得這個故事值B價 你曾經比到最高是多少 我沒有看其他那些因為沒有時間都聽完 但B價應該不算是低grade 無論如何都算 現在B價是低探 如果B價是低探 如果B價是低探 B價是低探 我猜不會是附堅才是低探 我猜他們一般都是低探 GPA也是這樣給 B價不算是低探 其中一個理由是因為很多地方他很感動 尤其是有些人翻生 譬如Tim對你父母 或者Dick對他父母 在哭著 超人對他父母 他們是感動到的 我猜這是我們跟他們的差距 要去看這些大活動 不像我們當時看Civil War 他們不需要有前層往事 你都可以知道他們現在這群Superhero之間 因為他們就是那一刻的價值觀 跟自己的成長史未必有直接的關係 雖然部份人是有的 所以這裏是真是 追開他Leader角色的老讀者 會加倍投入加分 不過你看看這個故事 他本身是否有主旨或沒有主旨 我自己都覺得有的 就是講勇敢 你要敢於面對你應該要面對的事情 尤其是在最絕網的時候都不放棄 還有Fresh 如何在那麽劣境下 撐到援軍來為止 雖然不知道有沒有 還有剩下未被感染的那群Superhero 都要救他們 他是一直有使命給自己的 很明確的 順便說到網友Wiki 他覺得這次大事件中 復活的人太多了 這也是我自己對這一篇的感覺 還有很多時候 有時候在活動中死亡的人 我都預計他復活 但不是在那一本書和我復活 我覺得他本身是有目的 是想為了這裏做復活的 一早就已經定了 在第八期做復活 是預計的 但是我自己就覺得他復活了之後 那一格很有氣勢 但後面斷了 即是Live那一格 其實是一個跨版 其實我覺得畫得很有氣勢 如果你真的認識那群人 其實是很清楚的 你會覺得很厲害 簡單來說 如果現在同一時間 二搖三十星四龜五怪六騎士 突然間復活 在我面前出現 畫一張poster 四瓜爺 我覺得很厲害 然後爆粗 不會不會 但是你要有那種感情 你才會得到那樣東西 我用回評廣漫的角度去評 我預計了很多角色 其實是會復活的 尤其是去到中後段 說有白燈這個功能 我覺得白燈其實就是金豆子 是光管 或是龍柱 就是龍柱 預計是讓你這樣用 但是那個過程太過廉價 因為我希望 譬如最後 Hell Jordan拿了白燈之後 他可能要作某程度的犧牲 或者自己是用進九頭二虎之力 達成他這個目的 希望能復活到某些人 但是他連那個過程都省略了 例如說我七盞白燈 要先找出來 哈哈哈哈 拿一個白燈雷達 按一下按一下 那要多四十年 要多五十二期才可以 八斤龍 哈哈哈哈 不過我有一個想法 我覺得美猛是很有趣的 畢竟都是初涉 所以有很多東西都不太認識 或者覺得很新鮮 現在看 就是很慢的節奏 你想想他最後打了多少 就是打了六十頁 那六十頁還有很多是口水的 這個又串一下那個高 那個又說那個 但是他打了很多 打或者真真正正 但是交手那段不太多 就是只要一招 對方就會很糟 這個是美猛的個性 他們一來不注重招式 二來不注重力量層次 總之蝙蝠差不多了 我要他贏就贏 就像之前看Batman的披風爭奪戰 就是為了欠誰是做Batman的繼承人 也是只有三期 我當時想為什麼這麼短 但是這麼短 怎麼可以做到 你想想想如果 比你胡隱要爭做火影 最少都用三四五期單行本 是坐底 用了五十期 他用了五十期都未爭到 例如你要爭做海盜王 用了六十期都爭不到 他回很多蝙蝠是要爭的 但是他這裡很簡短 每晚反過來 可能因為他是月刊 如果你再拖 用四五年才交代到一個故事 他們會咳輸 這個是好處 但是也有不好處 就是有很多事情 前面可以交代得很深入 他每一個人的關係 透過對白 寫很多口水 令到你很清楚 每一個人的個性 但是去到後面 想要觀能刺激 我就會覺得差了一點 這個就是美文 尤其是DC那一系 他不是說合理性 他是說感性 只要到某一個時刻 要爆了 非常之確 尤其是他會出現一些 特別的道具 或者是主角的情緒 到某一個時刻夠澎湃 大家 讀者們都會感覺到 下一格他應該是贏的了 但是 他出這一招 究竟合不合理呢 或者他在這樣的狀態之後 是否真的能夠贏到呢 大家是不會分析的 我們看日晚的人 是要求過程的合理性 美曼似乎是 覺得可以省略的 我自己還有最後一個點 就是我覺得 只是看這兩次 我們在洞肺講的 美曼大 event 我覺得DC是 很天馬行空的 反而沒有這麼on the ground 這些東西不是現實來的 你未必會覺得 雖然他有 反而那些支線比較現實 因為他真的在小鎮裡面出現 但這些在宇宙斑馬回來 然後在宇宙遇到一些黑燈 然後跟他開拓 幾億的敵人 幾億對幾億 他在體內才會做 他在太空就做 幾億對幾億 肯定是BL 幾億對幾億 反而Silver War在現實裡面 可能是開會 你想想他就算是內戰 Silver War裡面打也打了幾格 文氣佔了七成 但他的背景上是很不一樣的 一個在地上一個在太空就發生 我自己覺得 這是聯合所有英雄去打 之前師傅我提到英雄對英雄 這個也有很大的分別 沒有所謂正邪和這邊有正邪 我覺得DC很多時候都會比較分 人性比較薄弱 反而是很迫女分明 正和邪之間 我覺得DC就是超級英雄版的迪士尼世界 善惡黑白議員對立性很強 你見識燈聯盟這群人 他本身都是分裂 我當綠燈俠就當中間 其實不是綠燈俠都偏的了 但其他剩下的就是三對三 正面和負面的情緒 其實這個不算天馬行空 我記得DC有個Event叫52 是說52的平成宇宙 所以其實是複雜的 即是被求防禦少年 哈哈哈哈 今晚大約到這裏為止 還有幾個小時就開槍了 因為智黑智夜裏面 我們要準備疏散了 因為我們要繼續留下 我們堅持不走在這裏開遊戲 但是也要預告定新動向 哦說定了 好啊好啊 其實接下來六月日 打電話問公愁 正式下課 幾位老師打算放假 什麼時候會再開課程呢 就等他們自己再決定 緊接在七月開始 我們會有另一個節目 節目名字是定了的 你說好的就OK 如果是OK的 我們就是了 關我事 叫做American Pie 這個American Pie 就是跟大家介紹一下 不同的美猛英雄 這個是柱南 我不知道是不是柱南 第一集介紹的一定 不是 這個Py是中文 不是英文 第一集介紹的一定不是柱南 至於是誰 等七月的時候 那當日應該要拿一個蘋果Py 來學一下 不是American Pie 可以是雞Py 我們這個節目主要就是 用英雄來做主線 就不會用故事來做主線 就不會用故事來做主線 就是不像洞廢 未必一定會介紹所有的大Event 反而是介紹一下 很難的 每個英雄都經歷了好幾十年 每個都是補兵 即他本身自己已經在一個Event 他再經歷過幾十個Event 很複雜的 所以這個節目真的是拋磚引玉 希望大家熟美晚的朋友可以和我們多多交流 當然我們也會有一些OK強勁的客質嘉賓來幫忙 例如我 那你就絕對不是強勁的客質嘉賓 不是的 說不定過兩天也會在維園見 明天而已 明天而已 為何過兩天而已 明天而已 明天就是掃地 或是早團去 還廢 有些人留到第二天 應該不會 下星期再見 拜拜